但凡在影史留下过经典萤幕形象的女明星 背后都会有一位天才设计师为其提供戏服 比如奥黛利赫本 她的大部分戏服都由季范西良深打造 摩纳哥王妃格雷斯凯利的电影衣橱 则由好莱坞著名服装设计师伊迪斯海德来包办设计 而法国国宝级女演员凯瑟琳德纳福 她是伊夫圣罗兰几十年的亲密之友 她的很多萤幕形象都是由伊夫圣罗兰亲自操刀设计 力求展现她亲力脱俗的优雅气质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服装作品 当属1967年上映的《白日美人》 这部被标上情色标签 却没有一帧录点镜头的剧情电影 并没有因为题材的敏感而被大众避之不谈 反而因其出众的艺术性 而被奉为这类型影片的经典制作 德纳福在影片里 饰演了一名中产阶级的美丽少傅 虽然过着富足安稳的生活 但内心却渴望着激情和冒险 所以圣罗兰为其打造的衣橱 除了要展现角色精致的中产趣味 还要表露出角色复杂的反叛心理 影片一开场 德纳福就以一身大红色的小套装优雅亮相 这是影片里为数不多的亮色系的戏服 设计适用服装的颜色 就预告了女主跳脱的性格 她并不是丈夫认为的安稳少傅 小套装由一件双排扣的小外套 和一条A字版型的拼色裙子组成 外套很短 还装点了金色的扣子 除了能展现出演员身材的完美比例 还能体现出中产少傅着装的精致感 此后 德纳福在影片里亮相的其他服装 多以深色系为主 比如她这件深喀色的皮绒外套 颜色的搭配 很贴近自然的色彩 好似浸染着潮湿泥土的芬芳 虽然面料看起来很厚实 衣领袖口和口袋都拼接了保暖的毛绒 但在压抑剧情的影响下 丝毫传递不出温暖的气息 不可否认的是这件56年前的外套 以现今的眼光来看 从配色到款式的设计 依然显得很高级 内搭的喀色裙子 是无袖小高领的设计 来自圣罗兰品牌的经典款 1965年的时候 这样版型的裙子 还被圣罗兰镀上了格子的图纹 并以蒙德里安听街裙的名字 爆火时尚圈 但影片里 为了契合角色的定位 裙子只采用了最经典的配色 而整部影片 德纳福出镜率最高的戏服 是这件双排扣设计的黑色大衣 扩形很硬体 剪裁不会很修身 但保留了高腰线的设计 充满了圣罗兰一贯追求娘们的精神 小圆帽和墨镜的搭配 让着装透露一丝神秘感和前卫感 脚底的方扣皮鞋 是罗杰维维亚 在60年代 为圣罗兰设计的爆热鞋款 如今这款鞋子 已成为罗杰维维亚鞋旅品牌 最经典的作品 到现在依然非常风靡 黑色大衣之下 是一条卡其色的裙子 硬朗的扩形 却连接着柔软的面料 使得着装的风格 出具圣罗兰狩猎装的雏形 在白日美人上映一年后 圣罗兰推出的狩猎系列 就看到了这条裙子的影子 这个系列 用时尚的视角 从精神上赋予了女性自主的力量 非常契合女主的角色定位 而同一顶小圆帽 还搭配了一件亮漆皮的风衣 依然是硬朗的扩形 但袖子 却用柔软的针织炼料制作 保留了女性着装温柔的一面 当女主穿着这件大衣的时候 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开朗 那种骨子里的反派劲 随着剧情的发展 以透过华丽的服装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 一丝不乱的金色盘发 也为着装提升了精致感 影片的最后 格纳夫还出镜了一条黑白壮色的连衣裙 裙子的长度 刚刚够着膝盖 但60年代女性流行的女裙 却是膝盖以上 臀部以下长度的超短迷你裙 之所以要拉长裙子的长度 用圣罗兰的话说 一则是为了保留女主着装的端庄感 二是希望电影 不要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年代感 让角色可以塑造的更经典 就好比穿着小黑裙的贺本 即使时光飞逝一百年 这个荧幕形象依然是永恒的经典 德纳夫的极西黑裙 虽比不及贺本的小黑裙 但款式的设计 却是永不过时的存在 此外 德纳夫在影片里 还亮相了两套白色的服装 一套是网球服 从白色的发带到Polo真织衫 再到白者半裙 无故体现出青春和活力 款式的设计和搭配 既经典复古 又赶得上潮流 依然是现今精致运动Girl的宠儿 另外一套白色的细服 是这条出现在梦境里的白裙 虽然出镜时间很短 却有惊鸿一瞥的效果 尤其是当裙子沾染上污秽的泥巴以后 有种残缺般的美感 而德纳夫居家穿着的睡袍 却是少见的粉嫩配色 上面还坠有小清新的刺绣花纹 款式的设计很简单 却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睡袍的配色 也预告了女主在面对丈夫时 极力表现出无公害的小女人形象 纵览服装的发展史 很多大咖设计师们 比起在绣场展露自己的才华 他们更愿意在大荧幕上 施展自己的创意 因为受众会更加广泛 如果再遇到一个好的模特 那么一件永存历史的作品 很有可能在百年之后 会再次成为审美的风向标 只是影史那么多的荧幕佳人 哪一位的戏服 留给你的印象对深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